星期一我拿了幾個小時來中華會館開會 各位同胞 現在的市長 現在的警察局 現在的警察是沒有辦法保護你的人生安全 現在的警察法律是沒有辦法保護你的家人 三藩市每天有很多人隨便進去打劫 隨便喜歡拿什麼就拿什麼 因為警察是沒有辦法執法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條法律就是Proposition 47 飯是不超過950元的 去理你都傻的 所以我們剛剛聽到有一個商人在復會部 有很多人來唐人部 吃完飯了 吃完飯了不給錢 你耐他不何 他喜歡進去那裡拿什麼東西 又耐你不何 為什麼 因為警察是騙你 警察是不得法的 警察是永遠不會幫到你來破案 今天的開會就是有一件事我學到 只要你有錢 只要你有權利 你喜歡請哪個人來開會 你就請哪個人 今天這個就是解決社區的問題 今天第一個就是講權力族的問題 如果真正解決問題 應該每一個人有一個公平公正的機會來解決問題 而我們這裏有很多個代表 我們有很多個代表 我們有很多個代表 而這些代表 不是我們懷人正確的代表 所以我告訴你 如果你想 華佛 不要再被人打劫 首先 每一個講應該是裝廢路電視 第二 一定要跟警察局 和市長辦公室 叫他們給錢 做什麼呢 做一個Embrer Alert Embrer Alert是什麼呢 就好像那些 Child Adduction 那樣 如果他們一被人打劫 一按下 整個龐盤包就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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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有阻嚇的作用 第三 就是我們本身 那些老人家 是很多不懂得講英文的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來講英文報案 當你不能來到貓份 所以 一定是做一個Full Station 什麼叫Full Station 就是在每個街坊 然後呢 有一個好像蕭鳳姐 一拔的時候 警察就知道 哦 原來這個街坊 有人打劫 然後就馬上來 因為那些老人家 中文有時不好 結婚有時不好 所以呢 要解決問題 一定是由 正常人的腦來想 不是那些政客 想來怎樣去欺負你 然後呢 靠他來生活 現在那些政客 是靠我們去發 那些政客 是靠你 那些政客 是靠你 那些政客